麒麟电视全球首创最大的IPTV中文电视平台 提供60多个热门华语频道 包括中国的央视寺 湖南卫视 上海东方 台湾的民视 东森 卫视中文台等 有线电视及iTalkBB的用户请注意 现在订购就可享受6个月免约费 及3个月的影视点播 赶快拨打麒麟电视销售热线 1888436-0596 1888436-0596 5点34分的时间 又是时候开始 是星期三晚上的《风狂》台 今天和大家谈谈一个 在中国大陆方面都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赵连海的案件 很多在大陆方面的人很关注 在香港也有很多朋友非常关心 而我们知道北美洲这里 也有很多华人都很关心这个案件 赵连海方面 现在最新的进展就是 就是说他两个代表律师已经正式解除了他们的委任状 另外之后现在就说可能赵连海会申请保外就医 究竟是否批准就暂时未知道 不过今次的事件看来 整个在司法的角度来看似乎都很QK 而且不是好像以往一些案件 究竟过程中有什么玄机 今天跟大家谈谈这个话题 今天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谈谈 今天先介绍在直播新这里 有时事评论人陈怡敬 Andrea 你好 大家好 在电话线上也都博通了另一位嘉宾 就是多人多支持中国文明会的主席关卓中 阿Chuck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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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ren 阿Chuck 其实想问一问你 其实你自己对现在 召联河这个案件到发展至今 现在又说要保外就医 其实你觉得整个案件在审讯上 或者是整个司法的程序上 都好像和以往有很多不同 因为我不是律师 我想Andrea应该可以批评一下 司法审讯的问题 但我最主要就是说 今次就是完全 就是莫须有的罪名 就拿了一个罪名给他 说他我不知道他什么罪名 就是什么事务国家秘密等等 我觉得这个做到这个地步 中国真是司法上面 已经是一个很崎嶇 以及很悲哀的一种情境 现在我们不是更更更 我们现在不是关乎他有没有言论持有的问题 而是一个做一个很好的市民 去暴露一个贪污 体制上的贪污 凌智到健康生命 又对健康和生命危险的一个独藝分 他都这么被中国政府去捉他入狱 或者说他是入罪 我觉得这个程序已经很 即使真的很稳契 听来说很稳契 不好听来说 中国的程度真的很悲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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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某程度上来说 这个对大陆方面 或者来说 都是 某程度上是一个下台阶 你自己怎么看呢 他真本是一个下台阶 给大陆政府下台阶的一个机会 大家都知道 保外就医是一个口号 就是说以前 黄丹、黎京生 每个人都是保外就医 即使说 大陆就不说他是无辜 只不过说 你因为你现在身体不好 我放你出去就医 换过来说 给大陆政府面子 实在 当然 我会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我当然会和赵先生有高兴 因为他至少 补回一条命 或者是 真是有机会可以自由 在国外 就不用再受到 国内这样的 政府这样的困扰 但是 保外就医有个问题 就是说 他解决了什么 司法上的制度的问题 体制的问题 仍然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等大陆不要不丢架的地方 这样的处理 我想问一下Andrea 其实整体上来说 今次这个案件 整天的审讯或者发展 都挺出人意表 或者和以往一些 我们所谓维权的案件 都很不同 我想首先就是 中国的司法制度很明显 跟我们外国一般 是完全不同的理解 甚至什么叫尋印之事罪 我们英国制之下 完全没有这个 如果简单解作 是否就是说你诸事 不关你的事 找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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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挑衅一些东西 颠覆国家这些可能更严重 但他不是 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他联络到其他受害者的家人 帮他们 甚至另外一宗案件 完全是可以说 真的跟他无关的 这个上访案件 有一个女士是被怀疑被人强奸的案件 如果他帮其他受害人 其实都是尋印的话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入罪的 但是刚才关锤中提到这个 所以好像比如黄丹 这些案件 不同之处就是说 今次他虽然已经被监禁了一段时期 但是他刚刚上诉期过了 如果真的容许他保外就医的话 是不是这次中国方面如果真的批准 是不是真的受到某些舆论的压力 会不会在官方在这件事件上 和以往是不同呢 是不是真的可喜 还是有没有丁堆可喜的地方 可悲的地方就是我觉得 在整个司法制度是完全 是没有理会到其他究竟这个受害人 甚至好像有一些评论就说 究竟中国的宪法 其实是不是容许这件事 因为不是真的讲到一些国家的机密 只是一些我们在西方社会 认为一些基本的赔偿的问题 甚至是一些人权言论的问题 在今时今日二十一世纪 其实在中国的界线是去到哪里 这个界是否越来越能够 是向西方或者我们所理解的标准去迈进呢 那我相信是这一点可能 在某程度上是有少少可喜的地方 我想问回关卓中 其实我知道在香港方面 有些港区的人大的代表 都很关心今次这个案件 甚至有一些人大发起一些联署 呼吁中美大陆可以轻判赵连海 其实今次这么多人带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背后你觉得怎样看呢 我想阿全已经说得对 很多不单止外国舆论 还有国内的舆论 都有涉及去今次 可能会被中国就意放逐出来 我想可能高层人士觉得 今次真的做得太过分 毒奶粉不是第一件事 四川地震、豆腐渣屋 每个人都有问题 有几个谈作人 另外有几个谈作人 譬如茫克律师、高智成等等 都是所谓的维权律师 尤其是今次 跟一些受害者、家属去申冤 或者要申请赔偿 我想他这几年做了这些事情 大家有目共讨 我否定网上的舆论更加特别激烈 现在中国政府当然很怕网民 真的会出来反抗 他也不是说傻 知道有这么多市民的舆论 他现在保外就意 就是一个手段 但是有地方下台 我们当然希望他 就是这样的 就是用这个例子 就继续去改善他现在的体制 尤其最后也想问你 好像这些维权事件 譬如今次这个哲联海案件 都算是挺高调的 还有很多中国大陆里面的人都知道 或者都很关心这件事 其实随着通讯越来越发达 科技的进步 其实日后这些维权的案件 或者这些个案 例如 会不会说中国大陆方面 日后都比较困难去控制 我想会的 互联网越发达 互联网越发达 互联网越多 你现在不只是高调的案件 你很多普通的 譬如某生 某怨 某市 有人被人炒鱿鱿 即刻 或者跟老板不满意 譬如我知道东北是否有一个人斩了他的老板 因为他老板 自己都几个月没有被伤罪 他在追杀老板 虽然他是追杀别人 是有罪 问题就是说 网民全部支持他 就是支持他 我想大陆政府都很知道 如果我们再不 将这种情况的控制 中国的市民 或者所谓文明社会 都会越来越坏 譬如秦易敬说 刚才被人强奸的女士 都是 中国现在 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件大案 例如女士被高官强奸 就好像没有地方上访 和武迪海生院 这就等于一个 压力烹饭 即是 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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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完結